字幕提供 哈囉Spocky 哈囉酒丹 哈囉傻哟 哈囉天佑 哈囉地瓜錶 哈囉晚安啊 哈嘍 哈嘍西蘭 哈嘍俊 哈嘍點 嗨鼻鼻 嗨鼻鼻 嗚鼻 哈嘍干 哈嘍YoshiHiro 謝謝下午前的石頭 晚安啊大家 大家吃飽了嗎 什麼櫻鼻 什麼櫻鼻 櫻鼻 櫻鼻 因為這個架子 嘿 謝謝我們的原地 媽媽 等一下 等我一下喔 最後的模様 是最美的地方 要住進你的心裏 願定把一起展開 噢噢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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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好 This okay 不是畫畫的 他本來就長這樣 這件衣服本來就長這樣好嗎 哈嘍夜空sky 哈嘍 吴萍萍 哈嘍韋朵娜的厨局 哈嘍白饭 柠檬冰沙吗 我看到了酒蛋 傻眼 傻爆眼 我抽不到 我的 怎么讲 那叫官方账号吗 我的官方账号抽不到 可是 我有一个很久没开的 自己的账号 我抽到了 但是我那个账号根本就没在玩 我会碰到油漆 一定是BB嗨的 看来是气 不行 我们要一起好好的钻研这个游戏好吗 三张西洋旗蛋还没有奈乐 我也是 我的 我的 我的官方账号只中了凌桀的 就是 对 就是那个 那个四星的那个 然后 抽到没钱了 伤心 哈嘍Jimmy 哈嘍焦糖咖啡 对 咖啡枪 打数据原型 这次的数据原型改了 可是我觉得 他的 他的 奇想心会改成那样子拿 变得比较好拿了 是不是 我的心里怎么那么难 我的天 谢谢逸臣的花枝精彩 哈嘍宁尼 哈嘍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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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Sparky的剪刀 数据原型答不过 直接删 哦 差点三张好 不要这样子 不要激动 这还是一款很好玩的游戏 哈嘍宏企与林 什么 三抽 B 好厉害 谢谢Sparky的很多猜拳 谢谢义成的彩虹糖 昨天 前天啊 前天啊 哦 前天 谢谢 嗯 今天礼拜天吗 对 今天礼拜 今天礼拜 今天礼拜天 对 哦 对 这次数据演习很难打 可是我现在好像四十几% 就是排名 脚架一直晃 不在晃 不买了 诶 不要啦 不要课金抽卡 不要 不要 不要那么认真看 一直抽不到快坏掉了 我也抽不到 没有关系 不要 不要因为这样子 不要因为一个小游戏的生气 好吗 嗯 哈喽 哈喽 怎么念 6 K1 哈喽你好 哈喽猫之翼 左下你最快打完 左下 我没有打完 他现在改成什么要 诶 左下吗 嗯 我忘记了 嗯 嗯 在台下 他说我很害 真的假的 太害羞了 伤害吧 哦 要到什么伤害才可以 解下一个的那个吗 我没有过 我第一关就没过了 我没有认真在打那个东西 太难了 想问我什么 想问我什么 那个很难 耶 哈喽八神龙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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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不是现在有撑那个 呃 撑90秒就可以过关的那个吗 我每一次都跟我在最后一秒钟 然后把我打爆 我就是傻爆眼 然后我就没过了 哈喽草莓酱 哈喽黛平兰 谢谢黑流星的星之冠 谢谢黛黛的星之冠 谢谢黛黛的星之冠 哈喽公孙牧 哈喽公孙牧 哈喽阿公 很简单 你一直跑给别人走 我是啊 我是一直跑给别人走 就是不要开自律嘛 嗯 自律 是叫自律吗 忘记 突然忘记 生存战术可可 战术可可 什么木恩 泳装木恩 我都有耶 棒喔 哦 你们都会去看哪一只角色 比较适合是不是 全过了 打到后面分数有点难 哦 今天直播中也算了 好像是我家的那个网路 有点烂烂的 能在你公司维亚表演 你要叫你公司 请我们去表演 要指定我 我 普通话没有尿 卡都没练到 练 是吗 第一关都打得过吗 我就没打过 奇怪 可以这样把它操一下 哦 哦 是都用推荐的 哦 有点不吃 特别礼物是什么 哈啰明金 不是因为雨林直播间改线路 什么意思 是孝贤的与你共舞 哦 为什么有美女野兽啊 好久没跟你打招呼了 妈妈 阿公跟你说嗨 哈啰 16% 我现在好像 40几% 可是现在几%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啊 因为 因为我要的是奇想星灰 之前要打到几%是为了奇想星灰 我后来也没在急 我有一阵子 没有一阵子 一小阵子 没有认真玩的游戏 可是后来 因为出了 那个嘛 西洋奇耐乐 所以我一直很想要抽到 然后我觉得一直很认真傻 贵族礼物 哦 酷耶 星星币有差别 有什么差别 还是可以换奇想星灰 呃 对 对 对吧 好棒耶 线路 所以你去跟那 哦真的哦 可以这样哦 哈喽奇幻冒险 可以换线路哦 去跟他讲 换一个没有什么人的线路是吗 哈喽切耳灯 哈喽小薰 迟下 喽 我没有领耶 是吗 我可以领 是吗 不是我没有去领 我们还没有去领 阿吉跟胖達對 謝謝小薰的石頭 謝謝夜空Sky的布 我連1000都沒有 怎麼領 什麼意思 你說我連1000塊都沒有怎麼領 3000塊是嗎 是嗎 是這裡嗎 是 多媽媽要啊 很久之前 為什麼 哈囉思源 你買了呀 神仙魚跟紅蓮燈 那是什麼 我都沒聽過 神仙魚跟紅蓮燈是什麼 不知道 紅蓮燈 給我1000去領 好啊 這樣子 還是賺到 對吧 哈囉小姐 耶 是說正心去問過不能買迷你孔 求推薦給他買什麼 不能買迷你孔 為什麼不能買迷你孔 那可以買周邊嗎 去買我的周邊 把它買完 快想小小隻的很漂亮 是螢光的那個魚嗎 拿 正心居然想拿來買什麼 買吃的就好了 呃要求不多 欸 西蘭你給我安靜喔 真的領得很困擾 很困擾嗎 可以拿正心券1000去領三條 好 不可以 不能買約會票 可以買周邊嗎 請去買我的周邊 謝謝 帶用券是什麼 我喜歡什麼魚 我喜歡 鮭魚 好吧 那是吃的 我喜歡無鮭魚 好吧那也是吃的 而且聽說無鮭魚吃垃圾耶 好那個不是重點 嗯 喜歡什麼魚 我喜歡 魚 什麼魚 我喜歡鮭魚 應該吧 我沒有研究過魚耶 我不知道我對魚沒有什麼興趣 好吃就好 這個你講不能吃你 好吃就好 我喜歡鮭魚 欸小鮭魚就進來了 天哪 小鮭魚你是不是偷聽我說話 小鮭魚是誰 章魚 我喜歡 張鮭魚 不吃魚不聰明 哪有 正不會撩人 不是應該說最喜歡你們嗎 你們是魚喔 什麼意思 你們是魚嗎 我的粉絲是魚嗎 他不吃垃圾 甚至什麼都吃 跟魚鱗一樣 嚇死我了 我以為你要說魚鱗也吃垃圾 什麼意思 正 不要鬧 不要鬧 你是魚喔 絲魂魚是什麼 鹹魚 你要翻身嗎 收正星卷 三 每隔一百五 每隔是什麼 一隔是什麼意思 買正星卷 好啊 阿公是魚是不是 好喔 請自己 跑去火上面烤一烤 我喜歡吃鮭魚 你們喜歡吃什麼魚 其實我都吃 但我其實沒有很喜歡吃生魚片 牧魚喔 你要被敲是不是 是嗎 牧魚是敲的 就是那個 欸還是牧魚是另外一個這樣 多多多多多多多 那個 撕魂魚帽 喔是嗎 是喔 是這個意思喔 鮭魚 鮭魚就是要加那個 撒鹽這樣 撒鹽 然後就直接這樣子 喔 超好吃的 要用煎的喔 我媽咪煎鮭魚 很好吃 我喜歡吃鮭魚脆脆的皮 哈囉 飛行蘑菇 你喜歡吃鮭魚 變態 亂吃一通 哈囉 北緣神推 張小寶運動會加油 我很可以的阿 好不好 不要擔心 公布說那個阿 會有就是 偶像生死痘的運動會 大家要去看喔 是7月22號開始 7月22號禮拜三 禮拜三 紅甘 海 海 海力 他不喜歡有刺的魚啦 我不喜歡刺刺的 要幫他把刺都挑完啦 喔 沒有吧 這是那個那個那個 不是說話 那個 那個 蔡濤 不是 蔡 蔡徐坤 的歌 啊 蔡徐坤很帥耶 無刺的魚 我有刺喔 小心被刺了 要拿毒蜘蛛 他撐到了 哈囉 修哲 謝謝北圓圓的新之館 北圓圓是北圓神推的小帳嗎 BB 要抱抱嗎 不要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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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Candy 擔心我跳遠 不擔心跑步 跳遠 不行不要說話 只喜歡章魚 魷魚等 不喜歡有刺 魷魚也有刺啦 不是嗎 那個塑膠片 他的身體裡面有一個塑膠 對吧 黑鮪魚 雪魚跟黑鮪魚 有什麼差別嗎 因為 腿太短 腿太短 沒有BB的短 那是他的骨頭 吃起來很像塑膠 專門收集新之館 喔真的 記得跑步不可以用滾的喔 不要擔心好不好 你們到時候就知道了啦 甜了甜了 快點丟 S Institute 五湯 跳香跳不過去的樣子 好煩欸 哈囉 소모頭 DD五葉支持奎迷 不會啦 欸 我也不是不會運動人好不好 跳舞的人也算是運動啊 跳舞也是一種運動啊 不要擔心好不好 好像我平常都沒在運動一樣 你要看我撐桿跳 我不會欸 我沒有玩過撐桿跳 我很想要那種趣味的 運動會 感覺很好玩 先去餵魚好喔 還沒來的不想再有誰能真的看得清楚 怎麼出未來的譬如 嗯 有運動的臉還那麼 請問運動會運動到臉嗎 不會 除非你的運動是這樣 這才是有運動的嗎 不會 所以就算有運動我的臉也不會比較小 謝謝 他跟我的身體的脂肪不是臉在一起的 我的臉是獨立生長 而且 永遠不消失 所以 沒辦法 哈囉阿澤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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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魚躍龍門之類的 我玩過 魚躍龍門 是胡拉圈那種 然後 跑跑跑跑跑 然後跳過胡拉圈那種 推千球喔 下面哪樣 對啊 跳遠喔 跳遠喔 不可以先透露阿 不要告訴你們 你們覺得我可以跳多遠 我不會公布正確答案 哈囉 阿羅哈客運 就是那個 喔喔喔喔喔喔 謝謝沙悠的彩虹糖 ㄍ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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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ㄍ 剛好你也不想聽什麼 傳麵粉 ㄟ 那個很好玩耶 我很想要玩那個 我們沙庫拉組自己來拍好了 耶 你也喜歡臉囉囉 那你喜歡我嗎 最後也都是 不到一公尺 ㄟ 你會不會太小看我了 我們期待著吧 等著吧你們 哈囉牛仔很忙 15公分不能差一點 煩ㄟ 看雨淋滿臉麵粉 對 哈囉牛仔很忙 喜歡我的美貌 謝謝 我們來玩傳麵粉 傳麵粉很好玩耶 這樣倒過去對不對 是嗎 是這樣傳對不對 看好我大胃王 沒有我現在很不大胃王 我現在吃很少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都一陣一陣 然後滑倒手 在後面層次更低 其實是負的這樣 中套很忙 他要刷15公分 很會超過飯耶 所以之前是 沒有 就一陣一陣的 有有我買書了 我今天有要念一本新的書 麵粉中找糖也不錯 答錯就推一下麵粉 我們資金不太足夠 雖然麵粉也是滿便宜 但是資金不太足夠 因為沒有場地 我們還要付清潔費這樣 有點麻煩 除非有人家提供那個 泳池 泳 對泳池 充氣泳池 這樣比較好清吧 對吧 這是怎樣耶 我的 這個鬚鬚發生什麼事 他是一個葫蘆耶 我跟晨晨一起拍東西 畫面可愛保 欸!很棒吧 我還 對他去吃蛋糕 吃要念 什麼意思 什麼東西 哈囉 哈囉 易峰 你家有空魚吃 喔真的喔 你家院子 你家很大喔 你家怎麼那麼大 你是說成神 好啊走開啦再見 wer me 有什麼歌啊 忘記了 identifying you 喔 混乳 哈囉 真少霖 sequence 看到當時想像你們兩個的船的 看到當時想像你們兩個的船的 什麼意思 沈澄可以直播的時候雨菱就滿18的不是蘿莉了 沒關係啊 我跟你講就是人的一生有很吵很吵 所以呢我要在這一生把那種所有的風格都走一遍這樣 這邊 突然講了一個大道理的感覺 沒有其實沒有 今天想跟你們唸什麼書 等一下等一下時間還沒到等我等我 我們 我們來定個時間 之後就是聊天30分鐘 然後開始唸書 怎麼樣 也有可能那一次不會唸書 但我會先說 但我會盡量把這本書唸完 你睡一下再見了 拜拜 滑船 哦 滑船 對對對 我以為你們說的影片是我帶她去吃蛋糕的影片 帶她去貓咪餐廳 她快要把那些貓咪帶回家了 然後我就覺得熊熊好可憐 雖然BB也差不多啦 我也想把那些貓咪帶回家 我也想把那些貓咪帶回家 好玩 別鬧 好玩 你終點有點事 你騙我 好玩 然後咧 貓咪屁屁我也不放 當然啊 貓餐廳 大喊韓趣 不知道 我很難得跟 沈沈約出去玩 我還問她說 你爸爸會放心 讓我們兩個小孩出去玩嗎 她說 還行啦 這樣 很好笑 哈囉阿公 想你嗎 很像 超級像的 我的天哪 會暈船的人 我也有會暈船 我很久沒坐船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 可能會吧 可是我會暈車 長大了之後才會暈車 晨晨你是姊姊姊的 傻眼 不要這麼認清這個事實 好嗎 還想我跟我媽媽 還想我跟我媽媽 好喔 啾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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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arky在烙英文 他在考驗我的英文程度 我的天哪 下週就要約會 對 對 對 開心 哈 可是我們是不是要戴口罩了 希望不要 你們戴個 他做吃了 透明 自己做那個 這樣子的 那個 那個用資料夾還是什麼 透明的那種 怎麼樣 我也拿到了 大健我也拿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 什麼 大健我也拿到了幾個掌 YES YES 我的生日 是 葛蘭妮也拿到了 嗯 對 我們自己做那個啊 做那個 透明照 這樣每個人都可以看到我們漂亮的臉蛋 特別為你們放大的漂亮臉蛋 面罩真的有醜 不會啊 透明的抽獎箱有沒有 很醜欸 欸沒有啊 其實那個中間放一個吃飯的那個隔層就好啦 啊你們自己戴口罩這樣 然後我不要戴口罩 可以嗎 對啊 用壓克力板就好啦 但70等了嗎 沒有 現在50等 ех dou 哈囉小明 圓圓的臉蛋 只是講話大聲一點 對 我會破音 我覺得 恭喜你 恭喜你你可以跟我圍繪了 聯誼現場 欸 是一個聯誼現場 都70等了 好棒棒 我沒有認真再打 懸賞戰鬥 我都想到才打一下 想到才打一下 耐樂生日我忘記9月還是10月 我期待一下他的 生日卡 第二屆大型相親會場 真的 聯誼會場 第二屆 我怪兇死 在哪 看到了嗎 只買第二場 讚喔 為什麼 為什麼會用到耳朵 下一個耳朵 耶耶耶耶耶耶耶 怎樣啦 坤坤 哈囉阿基拉 哈囉志祥 終於 傻眼 不要跟我炫耀 你可以走了 謝謝 我已經炫耀完了 你不能再炫耀了 請一次只炫耀一件事情好嗎 有人可以幫我出職嗎 我沒有錢 我沒有錢抽耐樂 我很多種卡都沒有抽到耶 之前抽太多不是耐樂的人了 真的 浪費 不能賣掉嗎 不能 可以賣掉啊 可是他會轉成紫色筆 什麼叫做紫色筆 就是金幣 好 我們 現在要來開啟我們的新單元 就是讀書環節 我媽也很愛我啊 奇怪 而且她是我媽耶 奇怪 上次是雨林悲原子 好久以前喔 真的好久以前 你們喜歡我的悲原子系列嗎 讀書 這次要讀的書是 練習不生氣 因為呢 我覺得就是 現實生活中 一定 就是會一直生氣吧 我覺得生氣幾乎是每天的 每天都會有的情緒 不管是小事情還是大事情 可是呢 其實生氣 對我們來說沒有任何的好處 就是你生氣不會變漂亮 只會變醜 可能也不會變醜啊 反正就是 不太好嘛 對嗎 你很常生氣嗎 不會啊 我的脾氣好得很 我的脾氣超好的好不好 開始激怒語音 我就不理你了 這兩天狂練 拿去砸體力 我的體力有很多 我體力送你 你可以幫我 幫我處置 詐騙台 什麼意思 你說背原子嗎 真的很需要念這個 哪有啊 我生氣了 哪有啊 我們要轉換個音量 哪有啊 才不是呢 所以我們要練習不生氣 欸真的 其實我不是一個 就是我不是那種 會 說出來的生氣 我是那種生悶氣 然後就打死不跟你講話 我超常生氣 還不是都是你們害的 在那邊喜歡看我生氣的樣子 好嗎 沒關係 我們就來練習不生氣 可是不生氣不是因為 不在乎 懂嗎 之後你們如果 在那邊 然後我生氣 然後我如果沒有生氣的話 不是因為我不在乎 雖然我要 學會有氣質 我長大了好嗎 不一樣 那個是 好啦好啦 好啦 對啦 故意不在乎 喔唷 生氣很可愛嗎 那種生氣不一樣 這個生氣是那種 真的生氣的那種生氣 懂嗎 這種生氣是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反正就是不一樣 對 對 我不會生氣 只是有時候會有生氣的舉動 欸 你這個解釋很棒 我喜歡 這是假的 他就玩累了 什麼 他玩累了 一定無法控制的生氣 在雨林面前會沉沉上 我會煩你白眼 也是很萌嗎 煩你 生氣跟生氣氣的差別就是 生氣是 就是真的生氣 就是想罵人的那種生氣 差不多啦 然後呢 一般的生氣就是 好有 的那種生氣 懂嗎 等一下我要插句 什麼 我要插句講話 怎樣 哪有人舉手說 我要插句講話 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罵你 你欠揍 你欠揍 我不會 我不知道 我的臉很像皮皮薩 什麼口味的 可以不要是珍珠奶色的口味嗎 聽說不好吃 那你很 對 你很常聽到我說猴油 那種猴油不是真的生你們的氣 就是 就是 猴油 走開啦酒蛋 你給我安靜十分鐘 拉麵口味 欸你們有看那個嗎 黃秘書他們的頻道 叫我什麼 完蛋我忘記了 吃飽很鹹 吃飽太鹹 忘記了 完蛋了 那是叫什麼切什麼的嗎 沒有那個是 切換是 黃秘書的名字 黃秘書的名字 你們大家都知道吧 其實 對啦 什麼都蠻好吃 對對對 到底叫什麼 女人 半六十 女 女子半六十 好 韓韓可可愛 就不能否認 喔好喔 哈哈 就被罵 對 那個 這個 上這口味就被煮出 連布丁他都可以 什麼意思 你才胖六十 阿華你才胖六十 不要再醬子了 我們要進入主題 反正就是 我們接下來 呃 其實我買了兩本書 可是 如果你們看見這本書 可能中間會插著其他的書 然後再回來讀這本書 反正就是要把這本書讀完 反正就是要把這本書讀完 嗯 明年底的目標就是把這本書讀完 我覺得應該會讀很久 所以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要練習不生氣 然後呢 這本書 我來看看 他 他說 他說 生氣就是輸給自己的人生 停止怪罪其他人 就能擺脫壞心情 怒氣可以轉成幹勁和熱情 就是 天啊他怎麼比我厲害 所以你要不要更厲害 這樣子 懂嗎 然後 嫉妒別人就是承認自己比較差 所以 不要要嫉妒別人 因為其實你也很棒 對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優點 要不要寫個日期 住進什麼時候開始看 好 很棒的提議 我的筆呢 用這個筆嗎 嗯 就這裡 今天几號 7月1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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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9 十二月三十會是怎樣的 要不要聽不要生氣編讀這首 什麼意思 不要生氣 有這個 有這個歌 我知道那首 哈囉柏亭 Google不要生氣 好結束 然後立馬在最後一頁寫上 好7月19號結束 看都沒看 叫我媽查 一個月後再來問我進度 反正就是我每次的直播都會讀一篇 它是一小篇一小篇一小篇 我一直在洗腦他說一個禮拜直播至少四次 他都不理我 我不要理你 好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 什麼歌 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就是我們現在要開始 連 才沒有 不會 讀不完會生氣 不行 看這本書的用意就是不要生氣 啊結果在那邊生氣是怎樣 沙悠很期待 快點 我們來念書給沙悠聽就好 只有沙悠是乖寶寶 哈囉西蘭 你沒有拿到課本 你可以自己去找練習不生氣 其實不用 你們聽我練就好 你們可以中間跟我聊天 我會跟你們聊天 只要我有看到 順便練自己的氣 嘿丟 好 第一 這叫什麼 第一篇嗎 第一 第一 短篇 說什麼 我在念書 對我在念書 學你一天讀完一本書 沒有 我要跟你們一起讀一本書 可能 我們可能 不只一天一篇之類的 因為他其實好像蠻多篇的 所以我們一天一篇可能會念到 18年後 我都老了 哈哈 他把第一次吵 心靈阻擋怎樣啦 什麼歌啦 害我想到那個誰的大腿 不要鬧 背景應該好配嗎 那是 剛剛是誰推薦的 西洛庫茂嗎 還是阿華 我要推薦的 心靈阻擋走開啦 好我們要開始了 今天 我們要讀的叫做 等一下 其實我還是沒有高等 他的片段 你沒有先從 他叫什麼名 這本書的書名 然後作者是誰 哦 好喔 這本書名 這本書的書名是 練習不生氣 然後作者是 有穿真有美 翻譯是 張靈靈 這樣子 他總共有101折耶 好可怕喔 聽不到歌旁邊太吵 做的是日本人 是的 是的 所以 我們現在的這一 大篇 這一張 叫做做個不生氣的人 如果想珍惜有限的時間 就必須趕走 無意義的憤怒情緒 心情煩躁時 最好什麼事都不要做 等心情平靜後 再想接下來該怎麼辦 你一定可以找到更妥善的解決 知道 張靈靈 對 翻譯的人叫張靈靈 好 第一 不要為了讓 蛤 不要為了讓你生氣的人浪費時間 我有點錯嗎 怎麼聽起來怪怪的 不要為了讓你生氣的人浪費時間 不要把時間花在 我講什麼 不要把時間費在 讓你生氣的那個人身上 這個 對啊 這個中文怪怪的 很奇怪耶 不要為了讓 好 不要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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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太浪費時間了 不用了 對 比如說 比如說 他不想你自然地想 對 就是這樣子 容易生氣的人損失大 懂嗎 對 好 我們要開始囉 首先我想來談談生氣 那是因為不知道為什麼 現在生氣的人越來越多 是不是 很多那種什麼 什麼奧客之類 他們都是 莫名其妙在那邊 對不對 就是因為他們莫名其妙在那邊生氣 然後害你心情很不好 所以呢 我們也不要理那些人 就趕他們自己生氣就好 幹嘛呀 因為一個不認識的人 然後影響你一整天的情勢呢 對吧 所以不要生氣 然後 他說 經常生氣的人很吃虧 首先 生氣是單純在浪費時間 不僅如此 生氣還苦了自己 對吧 例如 假設上司用侮辱性的言辭 則罵你 讓你氣憤難平 完全不想看到他 這時 如果他叫你去做某件事情 你心裡會想 什麼 一定要現在做嗎 暗暗抱持反抗的態度 不但在公司生悶氣 回到家之後 還會氣憤難平 話說回來 記得他上次也是這樣耶 對吧 結果 我覺得晚點數很好笑 不要笑我 又回想起另一件叫人生氣的事情 於是更加憤怒 就是 一層一層一層慢慢疊上去這樣 就更生氣 這樣的狀況 有如雪上加霜 好討厭 明天不想去上班了 懷著這樣的怒氣生活 肯定很痛苦吧 不過 在變成這種狀況前 請注意 生氣對你沒有任何的好處 你生氣 對上司來說 不痛不癢 他不會有一絲的罪惡感 照樣在家裡 笑哈哈的 看著綜藝節目 或是照樣去小酒館喝酒 小酒館 對 只有你一個人 受衝天怒氣所苦 是不是像個傻瓜 就是這樣子 這麼說實 很常遇到OK 是不是 問題其實不在你 而在對方 所以請不要再浪費時間 在那個人身上 假如你有時間生氣 還不如去看看有趣的電視節目 或者和好朋友聊聊這 聊聊戀愛話題 開心的過日子 當你生氣 感覺幸福的能力就會消失 你應該連一秒鐘都不想 要把時間浪費在讓你生氣的人身上 盡可能快樂過日子 掌握幸福時光 如果想珍惜有限的時間 就必須趕走無意義的憤怒情緒 當你覺得快要發怒時 請告訴自己 生氣就是認輸 練到話題感覺有點悲傷 那我們下一本書是 練習不悲傷 不行 輸給誰 輸給你自己的人生 我們來聊聊什麼意思 突然嗎 對 生氣就是你輸了 懂嗎 我們念完一篇 其實蠻快的 好像可以再多念一些 突然很像肉肉台的心靈肉湯 是嗎 怎麼那麼多人在開心靈什麼湯之類的 他很棒耶 每一篇有一個小小便條紙 就是像提醒你自己 就是 當你覺得快要發怒時 請告訴自己 生氣就是認輸 請把這句話寫在你的便條紙上 然後貼在你床頭 如果你是一個很常生氣的人 綠色那邊那個是什麼 綠色 什麼綠色 綠色 第一頁 沒有東西啦 我自己寫了啦 一生氣就容易亂出 對 就像譬如說 過馬路 然後偏偏一台車就停在你的面前 那是他的問題 不是你的問題 你只要繞過他 然後 不要理他 不是斷太遠喔 是不要理他 那你的牆壁很快就滿了 貼滿你的房間 謝謝 哈囉甜甜 現在的性能很乾枯 所以需要多一點幾場 對 哈囉社長 社長我們在念書 你還聽我念書嗎 常常的影子 開啊 不是這樣 你可以轉換一種 可是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人生不可能不生氣 這樣你是機器人嗎 怎麼可能不生氣 但是你就是 你可以生氣 可是你不要 不要影響到自己 不要浪費到你自己的時間 就是生命其實很短暫 我前面才說人生很長 是怎樣 有時候就是這麼的矛盾 所以 對 做筆記 欸這幹嘛那麼認真 不用那麼認真好嗎 欸 酒在那邊亂教啦 對 脾氣好的人有時候會生氣 我們來認識一下脾氣好的人 脾氣好的人是誰 我想想 雨露 雨露好像滿平淡的 就是 他也會生氣啦 他生氣是 這樣唸的那種 一定會生氣 但是 就是 或是說你可以找一個 傾訴對象 就是 比如說跟Bibi講 你看看今天那個誰誰誰那邊 然後 就跟他講 反正他也聽不懂 所以 所以沒關係 所以也沒關係 就是你只要 找到一個疏通的管道 疏通的管道 這樣就很棒了 懂嗎 不要有志祺的衝突 懂嗎 阿伯商 阿伯商 對阿伯商也蠻 脾氣蠻好的 就是 脾氣好的人 就是他生氣 你也不會感受到 亂交啦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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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空氣 或是一個娃娃啊 比如說 比如說這樣 比如說他是你討厭的人 就是這樣 你看 欠扁 懂嗎 娃娃也是一個很好的傾訴對象 所以可以去買個娃娃 或是你如果真的很生氣的話 你可以來看我的直播 因為我 我會教你練習如何不生氣 懂嗎 疏通嗎 喔 抒發 抒發的對象 嗯 差不多啦 聽到懂就好嘛 對吧 可憐的熊貓 沒事 就是 很常打娃娃 沒有 其實我覺得打娃娃沒有什麼FU 要摔東西 不是啦 我會 欸 我跟你們講 我會摔東西在床上 就是我如果真的很生氣 我會把包包怎麼講 砰砰砰 然後反正吃彈簧床也沒差 然後東西不小心掉下去還要 自己去撿 我真的是會笑死 我真的有一次 我忘記是幹嘛 反正就很生氣 然後回到家然後就這樣 我就把東西這樣摔到床上 然後那個彈簧床太囤 太囤了 太 太彈了 然後他就這樣自己掉下去 然後還要自己摸摸撿起來 真實 會摔東西 好可怕喔 沒有人會摔東西嗎 拆房子嗎 不會不會那麼誇張 我也不是那種會垂牆壁的人 因為會很痛 不要讓自己受傷好嗎 你可以生氣 可是不要讓自己受傷 就是發現了一下就好了 你不要一直去回想 那些讓你生氣的人 就是 那些人事物 懂嗎 沒關係 他自己丟自己點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不要去 你 你這樣子 就是有可能會傷害到你自己 所以大家請你冷靜 最近翻白眼的次數太多 其實我覺得翻白眼 我也會翻白眼阿 就是 那算生氣嘛 其實我覺得生氣的定義 有時候是無奈也會翻白眼阿 對啊 就是 遇到奧客也會 懂嗎 我們今天就拿 拿那些奧客來當 比喻長之類的 就是你遇到奧客也沒關係 你就 再看過去就好了 司機聽到八聲就發狂 對 很可怕 打柱子手腕就說 欸很可怕 你知道我真的很 我好像是 看看一個影片 然後他就生氣 然後他就把那個 那個學校的門板 戳了一個洞 然後 就我們學校的門板 就真的有一個洞 就是他 他不是我認識的人 但是 他有一次生氣 然後就把學校的門板 戳了一個洞 我覺得他很厲害 但是應該很痛 對 拆房子的話 我會生氣 真實就 不是這樣子的吧 欸不是有一個屋子 有一個體驗館 還是什麼地方 就是 他是專門給你砸東西的 就是有電視 什麼什麼 然後你可以去砸東西 就是拿球棒 然後戴頭盔 然後戴手套 然後這樣砸 你可以這樣 發洩 我覺得那種很好玩耶 感覺起來 可是他真的很生氣的時候 才能去玩那個 可是我覺得到那裡 說不定就已經不生氣了 然後就沒有feel了 對嗎 拆完後來要裝沒事 然後這樣 是不是 是不是都是這樣 可是要花錢 對啊 然後就更生氣這樣 所以不要 不要做這種事情 也不要在家裡砸自己的東西 好嗎 像那些那個古裝 古裝劇裡面 那個皇上 他們不是很愛摔那個杯子 然後就有什麼 什麼歷史學家 然後就說 那個杯子都很貴 不要亂摔 很有事耶 我覺得很好笑 我們來讀第二篇好了 感覺可以 序林夾雜 哈囉 我會報警喔 報警嗎 NO 不是報你們報警 是 我剛才講報警察 報警不是 是找警察的那個報警 那你看不到你的車 你是用倒車的是不是 你是用倒車的開是不是 你是用倒車的開是不是 鬼怪兇死 報警 NO 沒有 想太多 你公司很多破餐具 好 等一下 我們來念第二篇 生氣會傷身 憤怒有破壞的能量 喜悅則有創造的能量 這就是他的標題 生氣之所以是自己的損失 第二個理由是因為會浪費精力 如果不處理負面情緒 就會把精力用在負面方向 每個人都感受過憤怒與其消耗 蛤 他的翻譯是不是怪怪的 我覺得很奇怪 他寫說 每個人都感受過憤怒與其消耗的能量吧 什麼意思 憤怒 他消耗的能量吧 好差不多就是這個 他的翻譯好像有點怪怪的 還是我念的關係 可能是我念的關係 好 例如發脾氣或罵人 會特別容易感到精疲力竭 就算再三忍耐 不把脾氣發出來 也會感到無以言語的疲憊 對吧 會就是心裡很難受耶 所以才要找娃娃 娃娃就是拿來發洩 不是有那種紓壓玩具嗎 那種就是拿來這樣用 看不懂就說人家翻譯吧 啊好對不起我錯 對不起 因為憤怒這種負面有破壞的能量 如果所有的事都能照自己的意思進行 你可能就不會生氣 但事實上 不如意是十分 十之八九 太亂念 哈哈哈哈 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因此人才會發脾氣 對吧 就是 有時候 譬如說你要抽你 我就是想抽耐樂的卡 他偏偏要給我格蘭妮 什麼意思 所以就是會生氣 懂嗎 雖然格蘭妮也是不錯啦 但是 我就想要耐樂 你有什麼問題嗎 所以 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 不是十分八九 OK 對啊 不如意是常見 如果人生都很順的話 那幹嘛要體驗這個人生啊 就是要體驗喜怒哀樂 這樣才有趣 不然你的 不要戳 不要戳 不要一直笑好嗎 格蘭妮表示安正 沒有 對 我說也不錯 但我就是想抽耐樂 你愛我嗎 蛤 突然嗎 我愛你喔 你發好哪一支 周適下那種 就像我拍那個小海的時候 認人家書包的概念 等一下 不要提到那副戲 等一下 欸 昨天 18號嘛 對不對 怎麼樣 抱一下第一次首播就是7月18號 是喔 好 繼續 我也沒有耐樂卡 錯不到 當憤怒的情緒爆發時 如果這個負面能量的對象是人 就會傷害對方 世間有許多事件 幾乎都是憤怒所造成的 憤怒甚至會引發戰爭 由此可見 這種情緒是多麼可怕 他會 他是不是講的有點像 就是都不要生氣 我覺得可以生氣 就是 我 我的想法是 我覺得可以生氣 可是你不要去傷害到人 你不要生氣 然後就去打人家 不行 我們發現 自己的社會就是這樣 你生 你再怎麼生氣不到人 不然你就完蛋了 你就無法在這個世界上生存 哈哈哈哈哈哈 啥四星都沒抽到生氣 哈哈哈哈 不要笑我啦 曾經試過什麼東西 哈囉香菇 好 真的不要遷怒 我覺得有些人很厲害的就是 他生氣就是 他生氣就是只對這個東西 這個點 生氣 他那個點過了之後 他就可以繼續笑笑的跟你講 我覺得那種人很厲害 其實我也是好像是蠻對人的 就是 比如說 這個人哪一點惹到我 我就會 就會不想理他 可是我不會 我不會去罵他 或者是 或者是去打他 不會那麼嚴重 好嗎 就是 不理他 對就是不理他 我就打死不理你 那樣 哈哈哈哈 電我錯了嗎 不是啦 呵呵 那種人是心機種 什麼意思 就是論事 對就是論事 不要遷怒 對 比如說你 你現在 在那邊亂尿尿尿 你不可以 因為他亂尿尿 然後就去罵外面的人 你們是怎樣 呵呵 跟他們沒有關係 懂嗎 屁孩還不是咧 好繼續 更糟的是 憤怒的能量 不只傷害別人 還會傷害自己 常常奮奮不平的人 精神與生理上都容易受損 不緊常焦躁不安 情緒低落 提不起近做事 嚴重甚至會失眠造育 罹患胃潰瘍 高血壓等疾病 俗話說 五臟聚焚 指的大概就是 因為強烈的憤怒 而傷害內臟吧 憤怒情緒 甚至會奪走生命力 阿 憤怒真的好恐怖 他為什麼要突然阿 阿 憤怒真的好恐怖 老師說 念書要這樣子念 好 相反的喜悅 這種正面情緒 則具有創造的能量 能夠肯定現實 感受愛情 創造許多東西 家庭、工作、戀愛、人氣關係 休閒、學習、生活 一切都因喜悅而順遂 哪怕經歷許多障礙或辛勞 只要有喜悅 就能突破重重難關 我覺得是阿 怎樣啦 因為被嚇了 不是 就是 我覺得喜悅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就是 比如說 就算 我們練習有的時候也會 也會生氣阿 就 嗯 哪個點呢 我想想 比如說 這個動作就不是這樣做 一定要有人跳錯 到底在幹嘛 也會生氣 可是我覺得 上台之後 就是 看到你們然後 聽到那個應援聲 就嗚 然後那個氣氛很好 然後這樣 很開心 懂嗎 所以我覺得 哪怕經歷許多障礙或辛勞 只要有喜悅 就能突破重重難關 這是很正確的事情 就像我們 我們傻瓜族有時候也會意見不合 人跟人之間一定會意見不合 除非你遇到一個跟你想法完全一不一樣的人 不太可能 對吧 所以 也要磨合期 然後 我們就會約出去一起吃飯 然後吃飯就會把最後話全部講開 然後就 這樣子喔 好我會改 這樣 就講開了 然後就一起表演 然後每天都很開心 一起練習 然後老師稱讚我們就很開心 YES 我們 最棒 這樣 就是這樣 你跟表妹都會意見不合 不好意思 你的表妹可能就是 就是這樣子 懂嗎 表哥不是應該聽表妹的話嗎 是吧 這是我的理解 只對大劍作為表哥的理解 這樣 只要 只要是人沒有人 對啊 一定會有合得來的點 跟合不來的點 你們就是要 就是要去包容別人 人家的個性就是這樣 你也不可能去改人家的個性 如果他的個性是不好的話 那可能就要改 不是你的問題 但是呢 就是 每個人 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 不要執著 你要去認真的思考 這到底是誰的錯 或者是 之類的 或者是 就是你去包容他就對了這樣 不是怎樣都完全能包容嗎 我也會生氣啊 我也會 到底在幹嘛這樣 我也會不理解 可是 其實自己想想就是 就是 就是 為什麼要生人家的氣 所以 你就是在浪費時間啊 對啊 溝通 會一直包容別人 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懶得溝通就會 就會選擇包容別人 就是 對他就是這樣 怎麼 不能包容人家什麼事情 就是不愛溝通 我這個人就是不愛溝通 就是 我覺得溝通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可是 還是會溝通 但是我會先 自己思考 我會先在腦子裡面這樣 拐個超級無敵大的彎 然後再 這樣 懂嗎 就是 比如說他今天有一件事情 他惹到我了 就這樣 然後進來 然後這樣 然後最後一刻才這樣 一點點 伸出去 懂嗎 我就是這樣子的人 溝通也要看人 對 天生代刺就是 就是 就是 這樣這樣 是天生代刺吧 是嗎 小生美女 他是玫瑰嘛 天生代刺 好 代刺的女人都是 最美的 他就是 比較直接的人 就是這樣這樣 啊比較 收斂一點的人 就是這樣 1011111 到101212 出傳 解錆 可是不要這樣 然後 然後停 這樣會壞掉 就像他說的 會傷身 操 Cyrus 懂嗎 還是要溝通 只是 只是 可能我的溝通是幾個月後 這樣都不知道 就是那個時間已經過了很久 然後自動就好像也沒什麼事 這樣就過了 還好啦 就是這樣嘛 好繼續 對啊就是聽不進去 聽不進去這個時候 你跟他溝通 也沒有用 所以 你就默默的這樣 壓下去 肢體語言不要 不要太多的肢體接觸可以 可以報警處理 對可以報警處理 你現在生氣一個人就這樣 喔我真的好愛你喔 傻眼 是不是 然後他就這樣 什麼意思 好繼續 創造與破壞是一個整體 有喜悅創造出來的東西 很可能因為憤怒而全數破壞 所有建設性的創造 培育的努力 都會因為憤怒而毀於一代 用錢做比喻 喜悅就像存款 憤怒就像借貸 你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存款還是借貸 快點下決定 用喜悅來創造重要的人生吧 你想要你的人生一輩子缺錢 然後要還錢 這樣 還是 你就一直存錢 一直存錢 一直存錢 偶爾花一點點 然後存錢 偶爾花一點點 這樣很棒吧 你就是個超級土豪欸 就是心靈上的土豪 懂嗎 可是你是放 煩欸 不是這樣子吧 比較想中樂透 中樂透是怎樣 交到女朋友就是人生的中樂透 是嗎 對夢想土豪 心靈上的土豪 是的 就是這樣子 也是不錯啊 至少也是土豪的一種嘛 只是 人家是現實上跟心靈上 都是土豪啦 爆出對髮真的可以化解神奇 因為 這個狀態也不敢出現 被你嚇死了 中樂透就是有錢 買光周邊嗎 你要一次花碗嗎 高EQ好 對啊 考慮看墨具 為什麼 那女朋友是雨淋 還是真的中樂透 喔 真的嗎 加油 加油 你要先買彩券啊 才有可能中樂透透嗎 買彩券 彩券是什麼 謝謝 謝謝大家 你看 多麼好的比喻啊 他這本書讓我一直想要念彩券 蠻好看的 乾爹不准 乾爹阻止你了 不好意思 買彩券 不是那個彩券 好用 好來來來 我們來念第三篇 一旦發怒 一旦發怒就會失去判斷力 憤怒的真面目是自我保護的防衛本能 好像是耶 憤怒就是本能 沒有人教你說 這時候應該要生氣喔 然後就 沒有人這樣吧 但是憤怒就是一個本能 醒來的就是天生會有的東西 謝謝天佑的口罩 好 生氣之所以是自己的損失 第三個理由 是會失去判斷力 任憑自己身處怒火 身處怒火 是非常危險的 因為在怒火中燒時 可能無法控制言情 隨口說出不該說的話 造成不可挽救的局面 甚至因而失去重要的東西 很常吧 比如說 比如說你的朋友 你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哪一天就是惹到你 然後你就這樣 然後就罵了一句 什麼東西 然後 他就內心很受傷 他就不是你的朋友 再也不是你的朋友了 受傷 反而就是 就是你就算跟他 有再多美好的回憶 但是只要有一個受傷的點 除非他是一個包容力很強大的人 不然 你這個朋友就美了 像我就是那種很記仇的人 所以你不要 不要讓我傷心 懂嗎 很好的朋友 你這樣很像 什麼意思 你這樣像上司 什麼意思 生氣當 生氣的那方 當下就沒有要玩 沒有要玩就是 那 那就是他有問題 你不要跟這種人當朋友 好嗎 不要惹我 對 生氣的時候很容易口出會言 所以 大家要收斂好自己的那個 嗯 不好聽的話 這樣 哈囉玉 有一個小船 總是小船 不是這個粒子 蛤 什麼 什麼意思 我真的會笑死 粒子 多粒子 好 啊 一直惹女 欸幹嘛一直撩我啊 起起都來 愛你喔 平常說話都帶粗話欸 不可以把粗話變成一個語助詞 懂嗎 可是人家說 呃 會罵 粗話的人 EQ比較高人 我偷偷挑了個眉 呃 這個嗎 不要多解釋 很像是偶像 不要這樣子 突然有一點偶像的自覺 好 都是你 給大家添麻煩 工作時 你可能會因為其他人 無心的一句話 而感到氣腦不已 你本來很想說 等一下 這根本不是我的錯 但怒火就像主廢的開手 讓你 說出令對方難看的話 你之前不是也給大家添過麻煩嗎 或是 既然如此 以後就不要一起工作啊 就不要跳啊 你就不要跳 很常會有這樣子的話 就是 我是 開始透露一些 我們私底下的小情緒 可是我們的小情緒都是 小情緒 懂嗎 而且 而且其實 其實現在就是 在演藝圈或者是什麼 各個 各個圈子裡面 小小一點啦 各個圈子裡面 的道理都是 你就算再討厭一個人 你也不能對他怎麼樣啊 因為 他說不定 那個人是你的上司 那個人是你的同事 啊你如果討厭他 你要怎麼跟他合作 你要怎麼跟他工作 說不定 他有可能 之後比你厲害 然後突然把你開除 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 就是這個社會上 如果你是一個很衝動的人 那你可能要改一下你的脾氣 說不定他對 對說不定他 他是一個 一個你的貴人 就是 說不定 他之後就會 幫助你一個 很 很棒的東西 這樣之類的 啊可是你如果前面 他突然就把他弄夠了 那就完蛋了 對啦 超好就那樣講的對了 慣性與助詞 有助於日常發現 喔是嗎 反而有機率不會累積能量爆炸 累積能量爆炸什麼 58篇 這樣嗎 不要鬧 經常對上司出話 什麼意思 蛤 對上司直接嗎 你略人無數 OK 一律弄爆 一律弄爆 說不 可是你 你想喔 啊你如果 態度不好 比如說 比如說你是一個老闆 不要 比如說你是一個店員 你的態度不好 那人家就不會 來買你的東西 這樣你就不會賺錢 而且那個人 還有可能 比如說在什麼爆料公社上面 在什麼他的 他的群組 他認識的人 跟所有人講說 喔 他那家店就是 服務態度就差都爆炸 雖然其實是他的錯 但是 但是散播出去的那個人 他絕對不會說 喔是因為我的錯 所以他態度才很差 但是他態度很差 這樣他不會這樣講 所以 其他人就會覺得 喔 這家店態度很差不要去 那你就賺不到錢啊 好嘛 店長嘛 好嘛 反正就是開店的那個老闆 隨便啊 那你是態度不好 所以你的 周邊都賣得不好 你們那些人一定是你們的問題 這吧 你旁邊的 你家旁邊的頂好 看全家 怎麼樣態度不好是不是 不要去買 換全聯啊 對啊 這樣全聯就賺錢了 你看這樣是不是很不好 好 周邊你買不少 好不好 笨蛋 你看媽媽你不要講話 好 繼續喔 什麼會啊 這次的鑰匙要賣完 欸我有問姊姊 我說 姊姊我數量是不是做得特別少 他說 沒有 大家其實差不多 他這樣回我 我覺得他贏 沒有啦 這樣子賣不少 好 停 憤怒的特色是 當他興奮的冒出頭後 會越演越烈 等冷靜下來以後 又要讓人深深後悔 我不應該這麼衝動的 要是不說那句話就好 是不是壞很多 Sparky 不要拆穿這個 這個令人傷心的事實 不是啊 盡量少光 好的謝謝你喔 1 100差不多啊 好喔 如果你在 地盡著客人站這樣 你猜得多好 對這又是另外一個層面 這就是 怎麼講 你平常的累積下來 如果認識你的人 就會知道 嗯不對啊 他不是這樣子的人 可是 就很多人是那種 明明就 明明就 嗯 比如說 還根本就 不瞭解你這個人 可是他就是 聽到人家說 喔他哪裡不好 哪裡不好 然後你就會 因為你唯一接收到的訊息就是 他哪裡不好 哪裡不好 完全沒有聽到他的任何優點 所以你就會覺得 喔 他完全不好 這樣 很多網路上面的那種留言 什麼的 都是這樣子 所以 所以大家 每個人都一定有優點 跟一定有缺點 但是 盡量把 人家的優點放大 把缺點縮小 這樣子比較好 對嗎 大環境還是先講先贏 對 還是先講先贏 但是 這個時候 就是要看那個 接收到的那個人的頭 那種還好嗎 這樣 懂嗎 認識你的人都知道 嗯 是嗎 呃 好像不是只有我誤解你 那可能這些 這些底下那個 什麼 孝賢大劍那些 嗯 他們可能都不太認識你 就是我們的理解 就是 你不專情喔 優點可以治療傷口 對 真的 優點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不管是 心靈上的 受傷 或是 生理上的受傷 都可以有優點來解決 不是這樣子吧 哈囉 逸辰 為什麼憤怒時會感情用事 那是因為生氣的真面目是自我保護的防衛本能 當我們感覺自己受到迫害 就會啟動戰鬥力 想要攻擊敵人 對耶 人家攻擊你這樣 你就會想要打回去 對不對 這就是 生氣 憤怒的 自我保護的防衛本能 我們被情緒帶著走 就會只想要保護自己 其他什麼也看不見 所以說話做事時控制情緒 才是明智的選擇 雖然很難 我覺得這是蠻難的事情 你生氣等下就是生氣 你不會想要第一部去 天啊 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苦衷 呃 除非是一個很 厲害的人 這樣算很厲害嗎 有點 沒有自己的情緒 但也是 也是 他的想法是對的啦 但是我是覺得那種人蠻厲害的 就是不會去討 不會去討厭一件事 不會去對一件事生氣 也是蠻厲害的耶 那是 那是 修行多年 得來的 他說的其實是某方面的事實 什麼東西 保護自己人 對 是智慧男 這在挑選 你就要尬回去 對啊 敲膝蓋一樣的意思 對 你的膝蓋就是有自我防護的本能 這樣 他就跳起來了 比喻比喻 你不要打斷我 這種要連對 我覺得很厲害 可是其實他可能 太 好了他要的也是沒有錯啦 就是 比如說一個人就是 罵你 你 就是奇奇怪怪 什麼東西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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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他一定是因為還有自己的苦衷 所以才這樣罵我 這是有事嗎 但是 也是沒錯啦這樣 這位施主你的東西 一定有苦衷啊 對啊 他有苦衷嗎 所以你要拿著這個說 說你不能生氣 是的 人的情緒是互相的 我如果今天笑笑的看你 你就會覺得很開心 對嗎 如果我今天臭臉 你就會想 這個人是發生什麼事 到底有什麼問題 對吧 後面搭小藍 肩膀會不會過一點帥 後面搭小藍 肩膀會不會過一點帥 喔 這個比喻也是可以啦 什麼那個記者 你說那個嗎 一 T 嗎 喔 你看 他一定是有他自己的苦衷 我們要關懷這些人 好嗎 這是七七的名言 是嗎 他已經被我當成七七的名言 我們要去關懷這些 的人 對 被攻擊到麻病了 麻痺了 直接無感煩 對 就是 可是我覺得那樣子的人也是蠻 蠻欠揍的是嗎 就是 譬如說 你今天真是很生氣 真的是這個人做錯事情 你跟他講 說 喔 你這裡不能這樣喔 什麼的 可能你表達的方式 太 衝動了 但他竟然會你 天啊 這個人一定是有自己的苦衷 所以他才這樣子對我說 絕對不是我的問題 之類的 你就會覺得 是的 哈囉 我很認真來跟你講的錯誤 然後你在那邊 也是 心靈蠻純潔的 好 放任情緒時說的話 不但一點說服力都沒有 反而像是繩子套住自己的脖子 因此 在下重大決定或與對方僵持時 更應該避免這麼做 同時為了自我保護而發脾氣 一旦攻擊了人 就會製造出更多敵人 適可而止 比較好 真的 不知道 不管什麼 什麼啦 774 對 原來是774 就是 就是774 哈囉 家豪 好 心情煩躁時 最好什麼事都不要做 等心情平靜後 再想 接下來該怎麼辦 你一定可以找到更妥善的解決之道 如果你希望工作順利 與其爭論自己的對錯 不如將壓力降到最低的程度吧 就算有人跟你唱反調 也要冷靜一對 把自己當作演員 笑嘻嘻的說 那該怎麼做才好 你就是把自己當作演員 笑嘻嘻的說 那該怎麼做才好 然後心裡罵他沒關係 或許接下來的發展 會出乎意料的順利唷 午後雷雨 欸台北也有午後雷雨 先嚇死人了 突然下超大的雨 嗯? 家豪是花蓮人喔? 對 好像你會對醫生 欸?好像你的醫生會對 對 生氣時容易說錯話 家豪跟家豪有什麼關係 不要鬧 那該怎麼做才好呢 然後那個表情那 那 你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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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說啊 沒關係啊 是不是 不是這樣子吧 也會有午後雷雨 呃 不是吧 不是吧 不是這樣子吧 他沒有起床氣 他只會呆呆的而已 除非我真的很想睡覺 我會這樣 噢 然後還不是等一下要起床 所以就知道要起床了 懂嗎 那表情是欠打 就是 明明就是 這種時候應該是說 其實是那個人的錯 但是那個人就反過來 嗆你之類的 然後 你就會說 嗯?那你現在想怎麼樣 那你告訴我啊 你告訴我啊 然後就是心裡想 你敢說你就完蛋了 之類的那種事 你旁邊是 對我旁邊是媽咪 大件事嗎 感覺太對了 感覺好可愛 不是這樣子的 好我們今天先讀到這裡 讀到第三篇 好我們一次讀三篇 好像還不錯耶 53分 這個時間剛剛好 二人先告狀很容易發 真的很容易發生 那種人很討厭 不要浪費時間在那種人身上 他就是有自己的問題 他就是有自己的問題 大概就會拿起工具 然後 試想怎樣 這樣 是不是 成員生活日常 還好吧 我們裡面沒有那麼那個的人吧 今天好知性 不習慣 之後都會那麼的知性 要習慣一下 我們要 我們要變得很理性 很知性 很有氣質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啊 想了蠻多東西 不覺得突然我的直播很有內容嗎 是不是 突然我變得很棒的感覺 給我稱讚我啊 變成知性大姐姐 沒有 知性小貝妹就好了 為了面子 確實二人先告狀 對啊 而且告狀他也不會說 喔 我先做了什麼事 然後 才說他怎樣怎樣怎樣 他一定是先說他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省略前面那個東西這樣 是不是 原來今天以前都不理性 也是 蠻理性的啊 哎呀 不要糾結嘛 對 可是他以前 他以前是太安靜了 我以前是 沉穩 沉穩 可是你以前是 放空 冷靜聽 對方自己都壞都臭 煩亞最近 對 這很棒耶 其實就是有一個人 在那邊 有事沒事跟你 在那邊 嗆你 然後 譬如說他講錯哪個字 然後就說 你剛剛那兩個字講錯 然後就開始笑他 他都會很生氣 然後你就贏了 是不是 遇到三把 然後 然後 完蛋了 快跑 沉穩物理 對 不是 我還會對 不是 是 我就這麼說很棒耶 就是他會幫你寫重點 就是那個便條紙 我剛剛是沒有講第二篇的便條紙 第二篇的便條紙就是 喜悅就像存款 憤怒就像借貸 第三篇的是 我們會被情緒帶著走 就會 就會 只想保護自己 其他什麼也看不見 所以要好好的交流 好好的溝通 好好的思考 對方下車好好交流 好可怕 跑就輸啊 你 跑就輸 沒有 有時候跑也是一種音 懂嗎 因為 動手的那一方 一定是頭腦有問題的那一方 就是 通常 生氣的時候 好 無故動手的那一方 就是 你生氣 就生氣就好了 你不要去打人家 打人家的那個人 他就是 有問題 但你也不要反打回去 可能要自我保護啦 但是 對 你就不要理他就好了 懂嗎 就是 人生一定會遇到一些 白色眼睛的人 所以 不要亂出所 我們要 現在用一些 好聽的字眼 好聽的字眼 這樣好聽嗎 好像也沒有很好 反正就是 不要理那些白色眼睛的人 懂嗎 白眼人 嗯 再去個綽號 去個比較 有氣質一點的綽號 那你的人生好多白色眼睛的人 天哪 這時候就給他們奇異筆啊 黑色的奇異筆 幫他畫一下 哈囉 有事嗎 清光也蠻好 不知道 欸有什麼 有什麼角色沒有眼白 那個 那個什麼的 鬼滅 不知道 柯南的壞人 不是都沒有 有 柯南裡的壞人 只有眼睛是 最 畫的最好的 柯南裡的壞人是 身體是黑色的 如果你的左臉被人打 那你就 我的左臉被人打 我會揍回去喔 因為我是靠臉吃飯的人 不好意思 這個 這個不能容忍 懂嗎 這個就不用練習不生氣了 就可以打回去了 反正你是正當防衛 是的 都亂叫欸 哈囉 開始 開始 想歪了 是不是 這本書直接 害我們歪掉這樣 おやすみ 每天藏雞蛋在身上 你每天藏雞蛋在身上 你是蠻麻煩的 就是你要 怕他會破 那直接先把它弄成白子蛋 這樣雜有什麼用嗎 比較痛啊 是嗎 好 他有臉吃飯 難怪有點兒子 書被人弄完了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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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讀的都破功 真的 我們剛剛沒有吸收到任何的知識 所以之後要繼續好好地讀書 知道嗎 我們要讀完這本書之後 我們就 天哪 一切都不在意 如果真的是自己的錯的話 就要在意 懂嗎 但是 如果是別人自己在那邊 把 神經 這樣很粗俗嗎 應該還好吧 就是別人在那邊亂來的話 就不要理他這樣 我們要練到 修煉到這個程度 我們要love修心 好 今天就是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蠻好玩的 唸書蠻好玩的 我會 希望我的口條會因此變得好一點 流利一點 讀完會有期末考嗎 不 不用啦 不用那麼 我們只是輕鬆地讀書 懂嗎 對 生氣就是認輸 生氣的 先 生氣的那個人就輸了 就是幼稚的人 你一定要對方先生氣才可以生氣 不是啦 就亂讀啊 音量 天啊 大劍好可怕 不要惹大劍生氣喔 你在生氣嗎 這樣 這樣會很煩耶 就 如果我是真的很生那個人的氣的話 我會想要打他 可是不會出手 但是就是 夠了 會這樣子吧 參加好一下 沒關係 就算一段時間 也至少是有進步嘛 對吧 記得拿給我的十元姐姐看嗎 十元姐姐要愛生氣嗎 是不是幼稚 不是 我個性如何 個性就是 本來是巨蟹座 巨蟹座就是一個 很難搞的星座 是嗎 擅長交流 沒有喔 沒有 才不會的 我很理性的 好不好 這本書 不會 其實我覺得這本書 蠻好看的啊 都跟你吵架 然後就哭了 大劍怎麼可以把那個 十元 我要生氣你喔 生氣你 是什麼東西 怎麼變到別人的 那個語法去 就是了 顧家姓 顧家姓嗎 顧家姓嗎 我顧家嗎 好像蠻窄的 他很窄 可是沒有很顧家 好啦有啦 差不多啦 我還蠻常溝通的啊 你說跟誰 跟成員嗎 我很常跟成員溝通的 還好 其實還好 巨蟹很棒嗎 難怪我覺得我沒得 就是巨蟹其實 其實有好 就是每個人都有好有話 巨蟹的好 就是 可能好像 就是蠻照顧的人 蠻照顧人 然後蠻專情 然後蠻顧家 然後好像蠻賢貴這樣 啊可是巨蟹 就是不愛溝通 不是不愛溝通 就是 生氣的話就真的是 悶在心裡那種 所以 也是蠻難搞的啊 就是 你要讓他講開也是蠻難的 所以不要惹我生氣 你知道嗎 我只會讓你感受到那個冷空氣 然後你就會心想 天啊發生什麼事 就是 好吃 你不是故意弄哭死人 你就是故意弄哭死人 卡法哥下次你看到他巨蟹很難搞的 你覺得你跟他講說 我要把你煮來吃喔 很好吃喔 那次是誤會 喔那次是誤會 好喔 然後 可是詩緣哭了是不是 那就是大姐的不對 不管怎麼樣 幹嘛看看怎麼 沒關係芳如 下次可以再來聽我念書 我們今天在念書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喜歡 沒事的 三杯嗎 三 適合熬煮嗎 可能還蠻適合的 到底在說什麼啦 我為什麼要回答你們 奇奇怪怪 好啦我們來念榜 我十三十七趴 我們來念榜囉 親親豬豬 拜拜 為什麼是白貝呢 拜拜啊 珥 suis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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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好像跟他好 都說里姆斯 醣草里姆比較好吃 不好意思 好吃程度我可能輸了這樣 我這排排去哪了 什麼排排? 旁邊啊 在哪裡? 過來一點 過來一點 什麼? 在這邊啊 後面 喔 眼睛太大了 第一名是孝賢 謝謝孝賢 第二名是Sparky 謝謝Sparky 第三名是點 謝謝點 第四名是黑流星 謝謝黑流星 第五名是西蘭 謝謝西蘭 第六名是小蘭 謝謝小蘭 卡住 第七名是小麥 謝謝小麥 沒有 謝謝小蘭 第八名是小蘭 謝謝小蘭 第九名 這個到底是誰 第九名這個是誰啦 是米酒嗎 是誰 我也 這樣我要寫很長欸 下次會早點啦 好喲 芳如 哈囉小盆子 那你就寫啊 是誰啊 我不知道 有人可以告訴我嗎 那你問啊 我就問了 不是你 哈囉 江中賢 不知道你是誰 你是 幻影戰士 不是啊 不是啊 欸是啊 是嗎 是啊 好啊 你在當我啊 幻影戰士 你真的是夠了 幻影展士喔 幻影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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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對我剩下都沒有東西可以吃喔 我可以繼續買 好 第十名是 喔不是 我還沒念第九 第九名是幻影戰士 謝謝幻影戰士 謝謝幻影戰士 第十名是夜空SKY 謝謝夜空SKY 第十一名是小薰 謝謝小薰 謝謝小薰 第十二名是奕辰 謝謝奕辰 謝謝夜空SKY 謝謝夜空SKY 嗯 什麼音調 逸城是哪裡呢 嗯 喔是逸凱 誰 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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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名是天佑 謝謝天佑 我自己拍 第十四名是檸檬 謝謝檸檬 第十五名是北遠圓 謝謝北遠圓 我要北遠圓的拍拍 等一下北遠圓是誰 北遠圓是誰 怎麼有兩個北遠圓 北遠圓你看太多帳號了 北遠圓 好 那我們第十六名也是北遠圓 謝謝北遠圓 兩位北遠圓 北遠圓聽起來很可愛 北遠圓 要逸城跟北遠圓 逸城 算好 恩 謝謝米酒的許願 是米酒嗎 謝謝西蘭的花枝金萃 你明天要搶票齁 對不對 搶什麼票 那個啊 迷你抗手票 喔 那麼早喔 加油 大家來看我們的迷你抗手 好 謝謝大家來 我還沒拍什麼 等一下 好笑嗎 啊 你們看到我的腿 啊 你沒有看到我的腿吹 我要看我的腿吹 不要給你們看 小氣管 等我變成超細 才給你們看 喔 那你們永遠看不到嗎 沒有 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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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迷你抗手就可以看到我的腿吹了 沒有看不到腳 你看到腳趾 你看到哪裡去 好可怕喔 你的鏡頭是彎的是不是 是 小帶的小飛 你說你有點難 不要太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今天來聽我唸的書 謝謝大家繼續來跟我聊天 我們下次一起 繼續練習不生氣 下次直播什麼時候 下次直播什麼時候 禮拜二的 我會再 雅恩爆氣象了沒 還沒吧 我們等雅恩爆氣象 等雅恩怎麼爆氣象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喔 掰掰 謝謝大家 不知道要忘記了 可能吧 掰掰